今天這期影片會教你如果在影片裡面加入文字還有圖片 用的是 Canva 最新出的影片剪輯工具是完全免費的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朋友我是 Grayson 如果想通過 YouTube 頻道就往上导自己個人品牌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是完全免費的 在底下描述來也有很多經驗的影片要使用工具 先進入 Canva 我們需要選擇影片選項 如果在影片選項底下我們才能夠開啟影片剪輯工具 這邊會有非常多的模板我們選擇第一個空白設計 最後已經上傳一個影片如果想上傳影片你可以選擇上傳媒體 我們選擇這個影片如果想要調節影片畫面大小你可以先選擇這個標誌 要把這裡選擇的是縮放頁面然後你可以在這裡調整大小 調整到紅色大小如果在調節編進去的大小還是選擇這個標誌 當你點擊了之後你就可以看到會選擇另外一個選項縮放縮圖 然後可以調整些大小現在剪輯區域就變大了 這裡有個播放按鍵然後你可以拖動這個時間軸 我們可以來播放一下 現在這個時間點當我指出這個文字之後文字就要出現了 我可以選擇右肌然後這裡有個分割現在這一點就被分割了 然後我們需要重新播放一下去看一下文字消失的時間點 這支影片我會教你如何在影片裡面加入文字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我的文字是要消失的 所以我可以在右肌一下然後選擇分割 然後我們需要加入文字選擇文字選項 然後我們需要選擇這個影片片段 這個影片片段就是我文字出現的區域 然後選擇新增標題輸入你想像的信息 然後可以更改一下文字的字型 然後可以再更改一下文字的顏色 然後可以加入一下文字的效果 選擇效果 這裡我選擇出竅 把偏移調到0 然後更改一下文字的顏色 把它改成黃色 然後可以移動到左邊 我也可以調整一下文字大小 下入文字就做好了 我們可以重新觀看一下 這支影片我會教你如何在影片裡面加入文字還有圖 可以看到我文字出現的時間是剛好的 接下來我可以加入一些文字的動畫 我選擇這個文字加入動畫 這邊就會有非常多文字動畫給你選擇 如果你發現這個黃光的標誌 就代表你要升級到CAMO Pro才能夠使用 如果想體驗一下CAMO Pro 你可以使用我評論區鏈接 就免費使用30點CAMO Pro 例如我選擇這個效果上升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 這支影片圍著你 如果在影片裡面加入文字 接下來我們就需要加入圖片 這裡可以看到我的手指指出了圖片 然後再往後 圖片在這個時候是消失的 所以我選擇右鍵 選擇分割 所以我選擇這個片段 然後加入圖片 你可以選擇上傳自己的圖片 選擇上傳 然後上傳媒體 或者是選擇CAMO裡面的圖片 選擇照片 這裡面會提供給你非常多圖片 可以供你選擇 例如說我選擇這個圖片 我調整它的大小 我們可以再加入更多的設計 例如我選擇元素 在最底下找到邊框 我選擇查看全部 這邊就會有非常多不同形狀的邊框供你選擇 例如我選擇這個邊框 然後我可以把這個圖片塗到邊框裡面 像我的圖片就在邊框裡面了 然後移動它的位置 像我們可以重新播放一下 看一下效果 我們可以看到像文字的圖片 都會加入到影片裡面了 同樣的我可以給這個圖片 加入一些動畫 我選擇這個圖片 選擇動畫 你可以找到你喜歡的動畫 例如選擇彈跳這個動畫 我們可以重新看一下這個效果 跟這支影片 我會教你如何在影片裡面 加入文字還有圖片 所以我們就成功了給我們的影片 加入文字還有圖片 並且加入了不同的動畫效果 在完成之後 可以點擊右上角下載 MP4影片格式 選擇所有頁面 選擇下載 希望大家在看完這支影片之後 能夠很快的學會 使用KAMA影片剪輯功能 在你的影片裡面 加入文字還有圖片 如果你想要了解 KAMA的其他強大功能 可以去看我這支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點讚 如果你想要了解 更多關於KAMA的內容 歡迎對我頻道 如果想和我更多互動 可以關注IG 在底下描述 也有很多經濟都非常喜歡的工具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